那么我们来到了海盗蚕的展台 看到一个很有趣的东西 就是他们这今年又发了一个新的内存 叫惩戒者Pro 跟之前的海盗蚕内存相比 这个内存主要的一个感应就是一个光效 这个光效非常漂亮 你可以看到它整个的这个光是非常均匀的 因为它整个光的那个 每一个内存的模组呢 有10个LED灯 所以整个的这个透光率也得到一个提升之后呢 就非常的均匀 而且很亮 所有的这个光效都是可以通过 海盗船自家的这个COE软件来控制的 他们这个COE软件其实也有一个改版 而且现在整个COE软件是可以控制整个海盗船的所有东西 包括什么键盘呀 鼠标呀 耳机呀 还有包括你的水冷呀 还有这个我们这个内存都是可以控制的 你也可以自定义你的这个光效 那么包括你像这个内存的 比如说后面你放在X299上面8条的情况下 整个效果会非常好 因为你可以在这边选择你的这个预置 那就是说你的这个内存条呢 是放几根的一个layout 比如说二乘四 哇这样可以放八条 那据海盗船方面的介绍呢 这个内存将会在七月份就有一个首发 那么七月份首发的型号呢 会是46004700这样一个高频的一个产品 是作为量产产品出现的 那么在后面跟芝奇的幻光戟这类产品一样 也会有一个比较低些的版本 就是稍微低频一些的版本出现 但是光效跟这个保持是一样的 好的我们现在来到了芝奇的展台 可以看到芝奇今年给我们带来了一款非常漂亮的新品 就是这个Traden Z幻光戟的Royal RGB版本 那么这款新品把上面的灯带给换成了一个钻石的形状 那这样带来的效果就是顶上所映射出的灯光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星空 这样一个璀璨的星空这种感觉 那么除此之外呢 它的内存的马甲采用了一个电镀设计 这款新品会在今年的Q4第四季度上市 来看这里有一款非常重磅的产品就是芝奇 给我们带来了一个5000加频率的高频内存条 具体的是5066的频率 CL21的时序 目前它采用的是一个8700K的这样一个平台 那么这个应该是据我所知目前市面上频率最高的消费级的内存条了 只要你插上打开XMP就能达到5000加的高频 这个平台采用的是Ryzen 7 2700X的CPU 那么这是一个Ryzen平台对吧 大家知道Ryzen平台的内存控制器的性能并不是非常优秀 但是芝奇在这一套平台上达到了4000的频率 并且时序是CL18非常棒了 那这样以来这一套Ryzen平台和英特尔平台在内存性能上的差距 就已经拉得非常小了 这里有一套比较特殊的平台 它是采用了4条内存 那么大家知道在同时采用4条内存的情况下呢 内存的频率是很难获得提升的 但是这一次芝奇给我们带来了一个4600的频率 同时4个内存4600的频率 持续是CL18 好那我刚才路过那个IKBC的展台 然后到这边看到Mistail 然后我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键盘 就是这个样子的键盘 就我没有能够想象到一个键盘 他们做机械键盘把这个直接做分开 其实很像微软之前出的那个键盘 你们应该有印象 然后这个键盘用的那个轴呢 它是一个那个ML轴 它不是传统的MX轴 它是Cherry的ML轴 键盘很短 原来用在笔记本上面的 它的手感呢 其实有点像那种 有点像那种SinkPi的笔记本之类的那种感觉 很舒服 很特别 然后这个呢 就是我们那个新的MX Low Profile产品 那这个的话 它的这个手感其实跟这个有点像 但是有点不一样 它其实是一个红轴 然后它的这种刻数呢 也是红轴的刻数 但是键盘呢 要短一半 那我们路过了这个威刚的展台 可以看到威刚这里有一个比较新的 我们前一阵子微信上推了一条字条 说过这个内存呢 破过记录 那现在它这个是一个量产的5000MHz的一个内存 叫5GHz的一个内存 然后跟那个别的不太一样的是呢 它这个内存的散热呢 用了一个油冷的这样一个散热方式 也就是说它其实是有液体在一个里面的 所以说这个散热效能呢 应该是比传统的马甲要更好一点 我们现在来到了银杏的展台 在银杏的展台呢 我们看到了两样非常重磅的电源产品 我可以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一个呢 我觉得非常棒的是这个 真正的SFX底型的700瓦的白金的电源 那传统来说呢 我们一般可以看到是700瓦的SFX L 这个要大一点 但是银杏这次做了一个非常小的一个体积 基本上是仅仅是比iPhone X要稍微大上那么一点点 那这个体型确实是非常的小巧 对于ITX用户来说 这个是非常实用的 那么除此之外呢 我还看到了一个ATX的1200瓦的电源 这个也是一个白金牌的电源 不过它的这个ATX和别家的ATX实在一样 因为我们知道传统的1000多瓦的电源呢 一般来说都非常的长 非常的大 但是这个ATX的1200瓦的电源 其实和别家的一些五六百瓦的一个传统体积的一个电源 是差不多体积的 这样一个体积呢 就使得一些机箱空间不是很充裕的用户 它也可以使用到一个非常大的电源了 对于它的理线来说是非常方便的 我们现在来到了阿米多的展馆 那么他们这次准备了一款很有意思的键盘 叫做VMotion 它是支持手势操作的 这个手势操作什么意思呢 可以看到现在是处于一个呼吸灯的效果之下 那么我只要手这样一来 它的灯效就会变掉 对吧 现在的话是采用一个流光溢彩的一个灯效 那么我再手这样一来 它灯效又会变成一个闪烁的一个跑马灯的效果 那么我从这边又过去一下的话 又会回到刚才的这个流光溢彩的灯效 非常有意思 除此之外呢 它的这个传感器 手势操作还支持控制音量 我的手只要这样转 你看音量已经发生了变化 它正在往上的增加音量 那我反过来转的话呢 就是降低音量 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产品 好 那我们现在来到了酷冷的展台 这个酷冷之尊 他们发布了一个新的电源 那这个电源 我觉得还是挺特别的 就是说它这里有一个屏幕 是一个OLED的一个屏幕 这个屏幕是可以自定义的 而且它现在显示的内容呢 可以显示很多种 比如包括说整个电源的型号 然后它的logo 然后包括它的负载 风扇 还有一个温度 这些东西都可以通过电源上面的一个按钮来进行切换 那么通过这个屏的话呢 我们可以很方便的知道这个电源的一个运行状况 而且呢 除了这个屏之外呢 整个的电源的用料也是挺不错的 另外一点值得一提的呢 是这次AMD的Ryzen 包括Ryzen 2 然后现成撕裂者 这些的原装的幽灵散热器 也是酷冷之专做的 那这个就是那个现成撕裂者系列 使用的一个原装散热器 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的这个散热器的灯是非常漂亮的 而且把它翻过来 你们可以看到一个特别大的底 和七根热管的这样一个结构 整个的这个散热器的这个结构是非常可怕的 体积也很可观 我们把它放回去啊 对 然后呢这个散热器呢 除了会在AMD 卖Ryzen的时候带着 也会在他们的官网上面销售 其实在整个空冷之专展台 我最感兴趣的是这个东西 为什么这么说呢 这个它其实有点像 NPCPU加了一个空调 因为它在这里呢 用了一个半导体散热片 然后去给你的水箱制冷 这样子的话呢 相当于这个水温 要比其他的 你直接用冷排去做导热的这样一个水冷呢 要低很多 你看它其实是一个半导体制冷片 然后加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散热片 来给半导体散热片制冷 然后半导体散热片去给水制冷 这样子一来呢 整个CPU的温度 应该可以控制在一个非常理想的范围内 我们来自中国 我们是你的粉丝 我们也在YouTuber 我们也在YouTuber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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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麼東西 我明白吧 對嗎 那是好 比特幌 比特幌 可以我們拍照嗎 當然 我可以拍照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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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幫你拍照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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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筆記本專賣店 極客灣數碼港已經正式上線了 這次我們專門安排了專業而態度友好的客服團隊 力求服務好每一位客戶 目前我們已經上架了第一款特惠朋友機 炫龍毀滅著KPR極客版 我們在標配的基礎上 把內存從8G升級到16G 固態硬盤也更換成了更快的NVMe 而售價卻仍然保持了低配版的6999元 加量不加價 這款機型可能外觀上比較傻大黑粗 但是配置均衡性價比很高 6核的i58400加上1060 6G配置 玩各種大型遊戲都沒有壓力 如果你有些專業需求 比如做圖和剪視頻的話 我們升級的16G內存 以及72NTSC的廣色與IPS屏 也可以幫到你 如果你覺得60Hz不夠的話 我們店裡還可以加500元更換成120Hz電競屏 而固態也可以選配256G版本 散熱部分KPR採用了四熱管雙風扇的設計 散熱的策略比較激進 屬於烤機溫度較高 但是不降頻的類型 所以說如果你喜歡一台 主打高性價比的遊戲本的話 不妨就來我們的極寬數碼港選購吧